Hello Ken,Kyvie跟Mindy 我是Bingo 然後我自己現在有在錄一個單人的Podcast 叫Bingo時事音樂 然後我想要有看到你的IG 留學我們的一些東西 喔對,很喜歡你們 謝謝 我想要問就是 我現在是自己錄 然後我聽你們兩個人的Podcast 覺得氣氛很好 所以我想要問說你們一開始有沒有那種 兩個人雖然很好 可是聊天一錄音就很乾很尷尬的狀態 因為我其實一開始 很久以前也有跟一個朋友 就是覺得我們聊天很愉快 所以就試著要錄Podcast 結果實際上錄起來卻變得很乾 所以很好奇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克服過這個問題 你幹嘛?你們笑什麼? 我脖子有點痠,讓我看一下 我真的不在那看我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大家不要想說聊天就是純聊天而已 其實做Podcast 就是做一個節目 它就很像stand up 像喜劇一樣 所以你假設你今天要錄一個 一個小時的節目 一開始一小時很太難 你今天想要錄一個20分鐘的節目 這是要先規劃 我所謂的規劃不是說你要寫稿 一字一句的念 不是這個意思 是你要知道其實網路上的東西很現實 你大家一聽你一覺得無聊 我就想要轉台 那其實Podcast已經比YouTube的忍受力高 YouTube可能10秒 你就幹這工廠想去轉台 可是Podcast可能可以到30秒 好,那你要你就要能夠安排說 我今天這20分鐘的節目 我可能前沿講個一兩分鐘 可是我大概每3到5分鐘 我就要下一個 對你要下一個爆點 那這個爆點可以很多種 假設你是兩個人聊天的話 那可以是Can說一句很可怕的話 然後我開始攻擊他 這叫做一個爆點 因為這種爆點叫做記憶點 那這些記憶點就是一個 會讓人有印象的東西 那你做節目一定要讓人有印象 你很乾到不行 也是可以很猛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一個特色 一個印象 我說真的 最怕的是聽完以後 你更不知道這個節目的特色是什麼 你一定要有一個特色 然後這些特色是你要去精心的規劃出來的 那我跟Can一開始呢 其實我們也有盡量在做到這件事 一開始一定超乾 講一講就會不知道講什麼了 那他又覺得自己很有料 他覺得我就是亂聊就可以 但根本就不行 所以我們後來就會 我們試了幾次真的很可怕 我們後來就會把我們今天要講30分鐘 我們就會說3分鐘的時候 你講這句話OK嗎 前面講什麼不重要 但你3分鐘就會這樣講說 啊他們都騎山豬 你就講出來 然後我就要說 看在教什麼 這樣 這就是一個記憶點 那你就把這些 每兩三分鐘或四五分鐘 看你的性質 去把它規劃出來 你的節目就會越來越會勾人 這樣 這是我們的小秘密 跟所有的人分享 對 今天就是大家免費課程 對啊 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就是尷尬的時候 會大家笑是一個非常好用 就魔性笑聲真的是非常好 沒有的話 尷尬就笑 尷尬就笑 不然就是撿我們的那個凱莉大笑片段 然後塞到你自己的 pocket 也可以齁 這邊是 royalty free copyright free 隨便你用 隨便用它笑聲 大哥也可以這樣 學揚教也可以 欸這不在了 我關掉了 還好關掉了 我們是多有名品